哎呀 七奈米就滿足了 但是任真輝並不滿足 任真輝很多的投資 都很積極的在往五奈米 甚至於三奈米的走 那中國要攻堅突破的技術還很多 現在已經有看到數光 這個折疊手機 這個華為一推出來以後 很受市場的歡迎 在中國大陸的市場是節節推進 大家會對這個品牌 變成一個華為 它這個是一個品牌的保證 這個市場就是往華為那個地方去了 好 這一節產業消息 我們來關心的華為呢 去年透過中芯國際生產七奈米晶片 正式突破美國封鎖 還設下了說 今年我們要來拼的就是三奈米 好 針對此 我們比較要來令人意外的是 看到這位是華為常務董事 張平安他說呢 半導體能夠解決七奈米的部分的話 就已經非常好了 它並不見得一定要到三奈米 五奈米等等 我們現在要來看到 市先進製程 目前我們可以知道 都是掌握在台積電三星的手上 不過呢 這兩家大廠在美國投產 未來勢必將促使美國掌握 最先進製程的進度 繼續會對陸方展開強烈打壓 是否促使大陸現在逐漸的 往另外一個領域成熟晶片 製程大國的方向 來續前進 蔡委員怎麼看 中國大陸已經成為世界上的 成熟製程的獨佔者 佔了將近60%的市場 因為包括外國廠商 比如說三星啊 海力士啊 在中國的設廠 或者中國大陸自己的設廠 或者像台積電 在中國大陸設廠 成熟市場已經是中國大陸獨一無二 當然這跟中國大陸的需求量 特別大也有關係 但是在這個所謂的高端的市場 這個華為的常懂張平安的說法說 哎呀七奈米就滿足了 但是可能任徵非並不滿足 所以任徵非很多的投資 都很積極的在往五奈米 甚至三奈米來走 那中國要攻堅突破的技術還很多 現在已經有看到曙光 但什麼時候黎明來明 還不太確定 但是這個不是太難的技術 因為包括艾斯某委 自己也很清楚 他就那麼一點技術 那麼一點專利 也是集合的很多廠家的技術 做出來的 那有關EUV 我覺得對於DUV 這種光刻機 中國遲早可以端上檯面 那DUV的這個光刻機的價格就會大跌 反正只要中國做得出來的 一定很便宜 那再來就要攻克EUV 我知道中國大陸有很多很多的 研究機構已經在大力 在攻克這兩個機器 那我認為只是時間的問題而已 並沒有這個張平安所講的 哪個很客氣啦 哎呀七奈米就滿足了 但是這不是中國的目標 因為未來的所謂的半導體的一些攻堅技術的話 在製造製程方面 中國一定能夠攻破 但是導致說在軟體設計上 雖然中國已經到達三奈米的水準 可是三奈米的水準到底要做什麼產品啊 那產品本身是中國最大的挑戰 就是不管是在AI的晶片 GPU CPU各方面 中國現在用的設計架構 還是按摩的為主 那如何有產生自己的晶片設計架構 或者自己的AI的設計架構 這個對中國來講 可能還有更長遠的路要努力 好 除了觀察到晶片的話 我們來看到是消費性產品 最近表現得特別好的是 中國大陸它的折疊手機 尤其是華為今年它的折疊手機 做了一個市占率的調查 做全球的這些折疊手機 目前預估華為今年可以挑戰三成 那原本的霸主 三星的部分是面臨寶五的一個戰爭 畫面上我們持續看到這個數據 那至於蘋果 最快是說2027年會加入在這一場折疊機戰裡面 那主要是因為它現在還在 看它的這些折痕還有可靠度的部分 進行一個嚴格的一個審核跟要求 今年第一季度的部分 我們也看到華為它的手機出貨前漲 百分之兩百五十七創下一個好成績 正式的超越三星成為冠軍 主要的原因是什麼 接下來三星又會如何來出招 介大師 我想就是說折疊手機 它等於整個手機的市場 它是屬於一個Niche 一個小眾市場 並不是大眾市場 有人算過就折疊手機在所有智慧手機出貨量 大概只有1.6% 所以這個市場有人就說為什麼華為來搶這個 那就華為事實上它要找一些特定的市場它要先勝出 那現在華為事實上的話 這個在中國大陸的市場上它是遙遙履先 因為三星事實上基本上是已經撤出中國市場 你要知道現在中國市場的話 但外國產品最主要就是蘋果 就是蘋果 所以事實上當然這支這個折疊手機 這個華為一推出來以後很受市場的歡迎 那它現在趁趁追擊它還要準備打這個三折的 三折就是說手機不只折一次 它還要折兩次 所以一共有三塊 那這個當然是技術上它要很大的突破 還有就是說它的耐用性 像這個蘋果一直沒有加入這場戰局 現在世界的手機大廠就是三星華為 還有我記得好像是Vivo或者OPPO 也是大陸的廠在做這個折疊手機 那蘋果根本沒有加入這個市場 那它在2027才做 那就是說我也補充一下 剛剛那個張平安他講的話 事實上我覺得關鍵還是在就是說 你在手機這個領域 關鍵還是你的光刻機 在這個奈米技術上能夠突破 你如果不能突破的話 事實上你如果說認為說7奈米就可以的話 那現在有一個眼前的挑戰就是 這種說AI成分的手機 有AI功能的手機 那你AI的話 你如果說你不能夠解決這個 這個晶片生產上往5奈米 3奈米往上走的話 那將來如果說譬如說Chad 這個CPT它變成一個標配 手機標配的話 那你可能就有 你的競爭上就有問題了 對 那華為線就打的AI手機了 對 那現在它還是走在前面 可是將來手機的這個競爭 還是怎麼講呢 還是不可限量 越新的科技放進去 它越有 那你當然你本身的 你晶片本身的這個 它的這個輕薄度跟它的本身的這個能量 它的功能 它的散熱 那就要跟這個奈米技術有關係了 所以我覺得就是說 基本上華為現在在中國大陸的市場是節節 可以怎麼講推進 那可是呢 到國際市場它又面臨一個問題 就是說什麼呢 就是說它現在用的所謂的這個 這個作業系統 是不是跟世界各國能夠熟悉的 你現在用的所謂的這個 這個華為自己的作業系統 事實上跟這個Android 跟這個Apple的作業系統是不相容的話 那等於就要靠 要很長一段時間 讓這個消費者能夠接受適應 你的鴻蒙系統這個作業系統 所以我覺得華為當然公司是非常進取 可是並不表示它的挑戰 沒有未來的挑戰 不過它最值得我們覺得看起來很佩服的就是說 它不斷面臨挑戰 它不斷地在突破 而不斷地在怎麼樣 新科技的領域 想前推進 我想有這種精神跟這種能力的話 那事實上它的對手就應該好 應該對這個 這個華為這個競爭的能力 應該是很尊敬的 是 好 在華為的競爭之下 我們來看到另外一隻剛剛說的蘋果 本來說是2027要推出折疊機 請將軍帶我們來看到它的機會挑戰 對 我們可以看得出來就是 它這個當初的Apple Car 我們看它可能會跟Apple Car的結果是一樣 Apple Car出來的時候 它也是希望能夠自動自駕 對不對 一樣是 就投資100億的美元 完全自駕系統 但是問題是旁邊的這些一體設備都還沒有搭配上 你自駕先出來 先去做這些軟體都設計的 結果並沒有辦法用 這100億美元打水漂 我們看Apple Car推出來失敗 那我們現在看這個折疊式的手機 折疊式的手機 大家會對這個品牌 用華為 華為久了 變成一個華為它這一個是一個品牌的保證 大家看 那我覺得它就變 這個市場就是往華為那個地方去了 因為它感覺到華為的話 它的售貨服務跟它的價格上面的接受度是可以的 而且中國大陸14億人口的市場那麼廣大 它也願意投資 那它願意 民眾也願意接受 變成 我們講到的 變成 變成 大家同好是一樣的 那你這樣也不好想要去打入這個折疊式的 我認為就變成困難了 那我們可以看 那個 也拿一個例子好了 特斯拉的電動車 當初是很厲害的 呼風壞雨的 但是問題是小米 這個比亞利出來啦 比亞利也被那個平分秋色啦 本來那時候特斯拉是一個人化的 這一直獨秀 後來不是了 比亞利要跟你分庭抗禮 變成這個特斯拉想要搶佔全世界的市場 按照這個我們講到的電動車的市場 結果變成力不從心了 變成它的利潤打折 那類似這個狀況就會發生 所以我們一看 這個折疊手機也會有這種狀況 就是說大家可能會同一個品牌 因為好像沒有共同一個品牌 包括你的充電的小的充電器 可能都有問題 然後我們兩個可不可以串聯也有問題 那我們同一個品牌 我們在一個同一個平台上面去串聯 不是很好嗎 我們來資訊交換 那不會有那種隔閡 可能有這方面的市場的需求 跟品牌的認同 我覺得這是比較重要的 是 好 我們持續看到蘋果的部分 繼續來看 它為了救銷量 大家知道它先前不是記出許多的優惠嗎 那確實這個銷量的部分是有救起來 從三月份開始是有增長的 那iPhone 15降至的歷史最低是人民幣只要4553元起 包括了iPhone 15 Pro最低的都只要5896元起 我們現在看到的是蘋果它在中國大陸的策略 有點像是靠降價來換銷量 未來的機會挑戰 還有它如何要跟華為來做競爭 如何出其制勝 委員怎麼看 不要把華為跟蘋果的競爭 太看重華為一定贏 要怎麼看這個問題 因為中國的GDP 佔全世界大概18個Percent 所有的GDP18個Percent 在手機市場上 比其他國家高一點 所以變成在17% 大概可以抓到22個Percent 就是手機市場 中國大概佔全世界的22個Percent 現在華為的問題是 它在這個22個Percent裡面 即使稱霸佔一半的市場 它海外市場它出不去 因為它的鴻蒙系統 自己設限不能跟Android Dual Mode並融 就會造成它一個障礙 可是蘋果不是啊 它在海外的43個 全世界等於是所有的市場都有 好這件產業消息我們來關心的 是在美國對中國大陸科技制裁之下 中方力拼的國產化晶片 華為在去年還記得嗎 透過中芯國際生產了7奈米製成的晶片 推出了這款手機 熱賣Mate60系列之後 等於也證實了正式突破 美國的封鎖 更是設下目標說 今年我們要來做3奈米的方向前進 不過就在這個時候 比較意外的是我們來看到 這位是華為的常務董事 張品安他說了他說華為啊他說我們的半導體 能夠解決7奈米就非常非常好了 肯定得不到5奈米甚至是3奈米的技術 也不需要盲目的追求3奈米5奈米這些更先進的工藝 那我們也來看到的是來自於快科技的所作的報導 對於中國國產的半導體廠商來說 未來很長時間他也認為說要生產7奈米以下的晶片 仍然是很困難的再來是美國的半導體協會的報告 也特別指出說中國大陸將生產28%的10奈米以下的晶片 但是如果說要往先進製程晶片的話 預估只有2%左右的一個占比 好我們先來看委員您如何解讀張品安的這一席話 他是真的認為中國大陸無法做到5奈米3奈米的部分嗎 有梁孟松這樣子的一個重要大將也無法辦到嗎 委員如何解讀 這裡面話中有話啦 這個外界的評估普遍認為中國大陸在技術上要做到5奈米一點問題都沒有 然後相關的在商業上做到5奈米是有一點的障礙什麼意思 因為能夠做到5奈米的話它的良率會稍微低一點 也就相對的5奈米成本會就高 那10奈米以下的晶片到目前為止最大的市場就首期 汽車沒有人在用什麼10奈米下 軍火工業更用不到啦 電冰箱更用不到為什麼 因為手機體積小要不斷的把晶片縮小 奈米是越低越好 而且手機不能過熱 汽車的引擎那麼熱什麼關你那個晶片熱不熱 散熱本身就不是問題 所以從經濟商業的角度來講 中國大陸一定有需要走到5奈米跟3奈米 可是其他的部分並沒有那麼樣的需求 其他的部分就沒有需求為什麼要負擔比較高成本的 這種低100奈米輸的就不需要 那對於這個華為來講 他當然看到這個7奈米就能有高度的經濟效率 他現在都7奈米的 什麼妹的什麼都都7奈米 他已經很感到滿意了 不過張平安會滿意 任正非不會滿意 這是問題所在 任正非已經投資了很大多的錢 包括配合中國大陸所謂大基金 要做出光刻機 要攻克光刻機 還有攻克很多的新的製程設備 我們當然知道光刻機能夠做到越高 越低奈米的東西越好 可是現在就是說如果從其他的設備去優化的話 也有做得到 只要把良率降下來升上去 然後因為你用同樣的DUV 你是多曝光幾次而已 那多曝光幾次 因為你就會精準度就會偏掉了 現在華為就想說 那我找個定位器能夠把它定位的更準 所以你生產的速度就會比較慢 你的這個妥善率就會相對的降低 那這個張平安當然覺得說 我賣手機我這樣已經很滿意了 任正威講說開玩笑 我們要為中國人明天而戰 不惜選本 兩種不同的哲學 那沒有錯啦 以目前的先進的製程做出10奈米以下 中國大陸的產量佔中國大陸 其他的半導體比例是偏低 為什麼 因為全世界10奈米以上60%在中國大陸生產 你不能不面對這個是60% 當然裡面有包括那個什麼 那個三星的大陸廠 海力士的大陸廠 大陸的記憶體比較多 所以這個部分的話 你可以解釋說比例比較偏低 問題是比例比較偏低 你真的要在手機的CPU裡面用的比例也不高啊 再加上現在大陸上電動汽車賣那麼多 誰腦筋不清楚電動汽車是用什麼 3奈米5奈米去做出來 你沒有必要沒有必要 所以這個是畫中有畫 那你快科技講說 3奈米以下晶片半導體廠商 不是技術上有困難 只有中芯國際一家做出來 其他的真的都還做不出來 沒有 這沒什麼了不起 台灣也只有台積電做出來好不好 那個聯電那門搞黑熊學院 他還做不出來啊 所以不要以為那很容易做 或者做出來一定符合成本 那個韓國那個半導體廠商不只有三星 我們以為只有三星 錯了只有三星一家可能做得出來 差輩子在這裡而已 是 好 我以為剛剛幫我們特別提到 以10奈米來做劃分 那7奈米製程的部分 如果以軍事用途上 又可以做到哪一些 我覺得看起來是不需要用到7奈米啦 將軍如何看 我認為不管是航天航空 還有飛彈 還有飛機 也包括戰車 也包括機器人 甚至包括無人機 都要大量運用的 我們講的奈米 就是晶片 也就是中國大陸所說的晶片 是這個樣 但是問題是 成熟製程就夠了 就是7奈米就可以了 因為其他再小那就是手機 其他那手機就是手機這個而已 其他大一點稍微重一點沒有問題 因為你到了3奈米2奈米1奈米的時候 散熱又成問題 密度太高散熱成問題 不但散熱成問題還會漏電 因為太密了 涼率低 散熱差 專家之言 散熱變成這個狀況 而且有時候我知道 但是你要知道溫度一高之後 效率馬上變低 你要知道都是你的車子散熱 你跑得慢了 你的冷氣在散熱 你的冷氣不太涼 是這樣子 他們的武器更熱 是這樣的 所以有的時候到達一定的車 我們知道已經到達這個黃金臨界點 差不多可以了 我們一個汽車 我們每次看到時速表 是跑240公里 但是你一輩子不會開到240 你就是開到這180 從180到240是多餘的 你從來沒有開過到180過 少數人會有 但是階段80%的人 是從來沒有開過180以上的 不換句話是180到240是多餘的 就是這樣多餘的 你其實設定到180就夠了 對所有的開車族來看都夠了 但是問題只有240 你這是多餘的 所以我們來看這個 性價比跟CP值 因為超過7奈米變5奈米 變成3奈米 2奈米 1奈米 那每一個就是 整個設廠 就是有200億美元 是不得了的 但是你就為了進這一層 你就為了尖端製程 成熟製程你不要嗎 你要去為了小小的尖端製程嗎 變成CP值很低 因為你花的價值太高 但是所能夠達到的貢獻是很小的 我覺得減氣力的重量 那個飛彈只多了2公尺的射程 因為你重量就減輕 算一算之後你就2公尺 你就增加2公尺而已 重量減輕2公尺而已 就2公尺 我飛彈要打200公里的 你就2公尺 那2公尺是不要的 但是問題是你那個晶片 這是重量嘛 按照重量嘛 因為重量一區飛得越遠嘛 因為你的晶片改良了 結果我的飛彈可以多打2公尺 但是我的有效射程 最大是200公里 結果是2公尺 你要不要 就可以忽略了 因為CP值的關係 你考量是經濟的 經濟的程度還是科技的東西 你科技的成分 就為了堅端製程 你犧牲了非常大的經濟 變成你經濟獲得的非常的少 但是你的價值付出太大 那我不要 我就要價值增加一點點 但是我經濟效應 CP值非常的高 性價比非常的好 是這個樣子 只有少數的東西像手機 其他的 包含無人機 無人機機構 或者這個UAV 或者是電子光學 還有合成孔徑雷達 還有紅外線的這種偵測 那種晶片 7奈米 不要講以下 7奈米以上都綽綽油 OK 好 我們繼續來看到的是 消費性的產品的部分 來看到的是手機 華為的部分 同樣是Content Research Content Point Research 做的一份報告說 今年第一季銷售大增了 百分之257是在華為的 折疊手機銷售 達到了冠軍 亮眼的成績主要是因為 去年推出了這一款 MAT X5支援5G 然後吸引了中國大陸的消費者 那為何這次可以拿下冠軍 MAT X5的 它的銷售的一些秘訣 秘密武器是什麼 總編 其實MAT X5 它可以說搭了MAT 60 Pro 當時像是引發風潮的 一個順風車 特別是這個MAT 60 Pro 當時出來的時候 在運用這個709000S晶片 其實而且它的綜合性能來講 其實讓中國大陸 許多手機使用客戶 驚覺華為回來了 因此順勢讓它的折疊手機 也雨露均沾 我認為這是重要一個背景 但是這個X5它本身 其實它在產品力上面 也有一些很特別的地方 首先就是它也使用同樣的 9000S 這個709000S晶片 也只對於日常的各種運用 各種APP的使用 還有像娛樂的一些體驗 特別很多人手機是拿來 可能看片 進行一些互動體驗 這樣子的一個使用的話 它這個晶片其實 可以滿足它綜合的效能 這是系統本身 另外在這個X5它本身的設計 其實我們就外型來看 它的外型其實辨識度很高 包括它的鏡頭 外圓 內方 而且看過實際的人都承認 它這質感很好 另外由於它採用的是折疊式的設計 它在折疊科技上來講 據說它採用的是雙鏈水滴 這種華為特別的鏈接的設計 這設計有什麼好處 可以讓它整個手機 做得更輕 更薄 但也保證了比較好的耐用度和可靠度 而且它在螢幕的整個製作 還有機身來講 它有強調所謂耐摔 還有耐磨等等特性 那此外它本身的在螢幕上 包括它的內螢幕是這個7.85 那外螢幕是6.4 整個它的螢幕的表面設計 它的耐磨性也給予增強 此外它在這個拍攝的能力 還有它的一些綜合功能來講 也可以滿足客戶的需要 那也因此這個X5上市以後 其實在整個消落上來講 它搭Mate 60的順風車 在這方面本身有很好的產品力 也因此它的銷售業績 其實是擊敗這個三星 那把它的頭籌 是好 除了關心在這個手機市場之外 我們也來關心的是電動車 它的布局部分要來發展的是高階的電動車 那華為打算要跟江淮汽車來合作 打造的更高階的電動車 這個要和勞斯萊斯來做相比 我願如何看 好這一節產業消息 我們來趕快關心的是 美中晶片戰火燃燒 現在中國大陸的方面 跟西方陣營出現了一個 最新最新的一個競爭態勢 往3奈米 再往2奈米 甚至往1奈米的方向 要來做全新的一個大PK 我們來看到 這是來自於大陸科技大廠華為 它靠著和中芯國際所做的合作 在去年推出搭載7奈米的MAT60高階手機之後 3月現在再傳出了要往5奈米來前進 而市場也在爆出 華為接下來它的目標是要往3奈米來做前進 而且是不受限於艾斯摩爾的先進曝光機的 這回採用的是DUV的設備 而且是使用的是多重圖案化的技術來做生產 其實簡單來說就是重複重複再曝光 好接下來我們也來看說 另外一頭同樣要往先進製成努力的 還有美商英特爾了 好根據德國媒體做的報導 現在英特爾在位在德國的馬德堡近郊 兩個廠也在力拼的是1.4 哇這個已經大幅的往1.4奈米去走了 甚至還有1奈米製成的晶片要來做發展 但是到底順不順利 這個都還很難說 另外一頭是來自於韓國媒體的報導 台積電的總裁 魏哲嘉靖琪 他前往歐洲是密防了艾斯摩爾荷蘭總部 那都反映出了現在台積電 英特爾3奈米還有3斤的2奈米以下的 超先進製成的競賽已經正式開打了 今天我們要特別帶您來關注說 哪個國家有機會走在最前面 中國大陸在未來半導體領域 扮演什麼樣的重要角色 我們先來看華為今年是否 到底有沒有可能做出3奈米製成 會靠什麼技術 梁綠一直都是我們在討論的 有沒有解 維文怎麼看 3奈米我真的不曉得 因為上次這個中心 替華為打造出來的是7奈米 那種7奈米要跳到3奈米 是很大的一個跳躍 所以不曉得 但是華為是大家被認為是常常創造奇蹟的公司 所以它究竟有沒有辦法彎到超車 這個突然間從7奈米跳到3奈米 我只能說這個幾乎是不可能的任務 那它如果成功了那當然就是個奇蹟 因為它做這個7奈米出來的時候 這個晶片出來的時候已經把它嚇了一大跳了 可是後來大家慢慢了解說 這個其實是在這個 這個美國的禁令 大概是2020年下的禁令以前 大概他們就去買了 買了這個埃斯摩爾的這個設備 還有那個applied materials 大概叫做印材 對 還有加上還有一家叫做柯林研發 他就先買了他們的東西 而且他也使用了大量的工程師 這些公司裡面的工程師 因為他們要去做一些售貨的服務等等 所以這個讓他搶了先機 就是說他們覺得這個美國會管制 所以他們就先下手 那真正的出口令是2022年10月下來了 那2022年前他就訂了好多好多 那以後還有沒有辦法繼續使用這些設備 我看不太容易 2023年11月就7年11 這個11月的時候 這個applied materials這家公司 它涉嫌出口中心半導體的設備 就把它的先進了一些的設備 賣給這個中心這個半導體 結果美國司法部再進行調查 然後現在的很多人員 像美國級的人員艾斯莫爾就說你們就要回去了 你要回去 那荷蘭級的 日本的韓國的可能還留下來在那邊工作 但是這個慢慢都會越來越嚴 所以你想發展做任何事都一樣 一個就是設備一個就是人才 設備先進的設備被你給斷了 人才又被你管制了 那你沒有先進的設備 沒有先進的人才 那你要怎麼憑空 從7奈米跳到3奈米 我不是說絕對不可能 我只是說如果做成功了 那就是另外一個奇蹟 那很多人真的很佩服 那華為多的是錢 也多的是人 中心也是 那中國大陸多的是意志力 政府的權力的支持 但是即使這樣子 7奈米到3奈米 我再講一次是很大的一個距離 這個是一步就可以到達嗎 我是有點懷疑 是 同樣一個問題 將軍 我認為的話是時間問題 只是時間要比較長 比較久 因為我們知道我們的台積電 在大陸南京 江蘇南京 也是設廠商在那邊 會不會從那邊有一些 弄到一些東西 我認為不要去完完全全排除 中共在這一方面 它會有引而不宣的技巧 也有沒有我們也很難去說 那最起碼我們可以看出來 它最近有一些科技上的突破 包括AI 我們可以看到 機器狗跑出來打仗 還有無人機一下子想不到 它無人機滿天飛 那我認為中國大陸它有三個優勢 想要從7奈米突破 然後變成3奈米 它有三個優勢 第一個我們知道它的基礎科學 中國大陸的基礎科學 它的籌碼多 它很重視基礎科學的教育 跟人才的培養 還有金錢的投資 我認為它在這一方面 它是有它的積極性 第二個 它的對人才的投資 它不吝嗇 那人才是科技研發的根本 那我們看華為 它不管是物理學家 化學家 數學家 兩千多位專門做這個研究 不做生產 只要你研發就可以了 那兩千多位 那它如果是自重點在 從7奈米變5奈米 到變成3奈米 它如果自重點 那會形成一個 一個重點成就就會出來 因為它自重點在那個地方 我認為它 它有這個兩大優勢 第三大優勢 我認為它的市場大 市場大如果研發出來的時候 它可以在內需上 產生重大的這方面的利得 那它這樣子何樂不為 我有那麼大的市場 那麼大的市場 那麼大的商機 就是我非常大的企業吸引力 那我就要更多的投資 我一旦投資成功之後 整個大陸晶片的市場 甚至海外的市場 是不是就過來 我們現在看台積電 台積電在大陸的市場 台積電在外銷到美國 佔68% 但是以前的外銷 這個貿易額對中國大陸是20% 因為貿易戰 因為科技戰跟智慧財產之戰 現在台積電對中國大陸的貿易額 只剩下12% 有20%變成12% 我們可以知道有這方面的影響 你不是在江蘇有設廠嗎 還是有這方面的影響 是有一些影響 會讓中國大陸 這個三奈米的基礎 會向後延大 向後成功 但是要成功 我認為只是時間向後遞延 這個趨勢 這個潮流 我認為還是朝這方面走 目前來看 好 華為 往3奈米持續的前進 看起來還是有它的機會在 另外幾家公司剛剛提到 台積電 英特爾 三星都在拼2奈米 誰比較有機會 大使怎麼看 目前看起來 當然那個 不是說台積電 但我們按照台灣的立場 我們希望幫台積電加油了 台積電的確做得很好 但我先談了另外兩架 一個美國的英特爾 一個是韓國的三星 他們這兩家當然都一大公認的是 台積電在目前台面上 在世界科技 AI或是半導體晶片的市場裡面 是兩大主要的勁敵了 但是英特爾之前 英特爾還比較謙虛了 三星是一直喊得很難大 OK 先談英特爾 英特爾他其實 英特爾的總裁叫Gessinger Gessinger在兩三年前 他就說在公開會 他說他承認了 他犯了一個錯誤 他說台積電沒有犯錯誤 他犯了什麼錯誤呢 他說很少美國人會承認犯錯誤 他說當時他反對使用 荷蘭ASMR的這種 EUV的這種圍影的設備 那台積電使用 他覺得很好奇 他說我不用 後來證明是個錯誤 他公開承認是個錯誤 之外呢 這個英特爾呢 當他們有美國政府的後面支撐他了 美國政府現在要抵制這個華為也好 或者是抵制這個暗中的在 然後讓台積電不會那麼多 他會支持就是英特爾 全美國看起來 在這個 Semiconductor 或者chips的產業方面 只有英特爾 是還可以值得 是可以一拼的 所以英特爾目前希望 後面追 但是英特爾有一個很大的一個短板的 他很難量產 他沒辦法量產 這個他輸給台積電很多 好 其實在談到這個三星呢 那三星其實他的權力 他的開始的時候 他也要跟這個 這個韓國的民主性很強 很強盛嘛 他認為說好像 不能讓台灣的這個台積電 一直走在前頭 韓國要拼 和三星在開始呢 他們說有政府的這個支撐啊 他說2025年呢 之前他宣稱要投入二奈比的這個 這個這個這個行動 可是呢 到了現在目前呢 他這個量率很差 這是目前是這個三星最大的一個缺點 那麼他還說我們要能夠 不但是生產二奈米 我們可以去有這個能力 同時要試著生產呢 1.4奈米 所以彎道超車了 但是呢 是不是能做到 現在還不曉得 那麼當然最近呢 這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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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星呢 他跟日本有一個很大的廠 一個AI的新創公司啊 叫PFN呢 訂單 跟日本合作 想跟日本合作 但是呢 目前呢 還是充滿了很多的變數 所以總的來講呢 跟三星也好 跟這個英特爾也好 當然台積電目前 我就更覺得最大的這個佩服 台積電就是 他不認為是這個 恃寵而交 他一直保持一個 一種違紀的一種 一種心態 像那個這個 這個魏哲嘉呢 他自認為說 他之前他曾經說 我們三奈米呢 我們是比那個英特爾 或者這個 我們現在比他SPA也更好 所以這個台積電 他的哲學呢 在當初 從創辦人 張周末開始 他就說我們不跟客戶來去競爭 這個信念 他是默默地做 然後一步一步很踏實地做 然後分散各地市場 然後他們另外這兩家 三星跟伊特爾還有另外一個缺點 他們把這晶片的工廠呢 他不拆開 集中在一起 對 集中在一起 那台積電是並沒有這樣做的 剛剛兩位有提到說 其實在這個晶片產業裡面呢 你的設計人才跟製造人才是兩碼式的 那要求的人才的條件也不一樣 所以因此呢 三星跟英特爾 在這個人才的這種吸引方面呢 會善用它的人才方面呢 比不上這個台積電 所以我覺得這兩家 在可見的未來 連那個 連那個這個 這個韓國都講 韓國說他們大概落後台積電 起碼他私下說大概至少有兩年了 是 但是未來我覺得是台積電的題外化 台積電可能要注意的 可能的競選的那個對手呢 不是三星也不是英特爾 可是就是剛剛提到的大陸的中心 接下來是產業上面的消息 來關心的是華為的部分 華為最近啊 有三個第一喔 帶觀眾朋友稍微了解 中端的官方微博 在5月22號這一天發布消息指數 第一個第一是華為的路由器 累積發貨量突破一一台 創下新的里程碑 第二個是我們來看到它的新的 平板系列這個 Mate Pate 網友發現啊 標配了麒麟 9000系列處理器 還支持星閃等技術 售價的部分只有1899元人民幣 說這現價比比較高喔 那全款的銷售額已經接 全款的銷售量已經接近 達到10萬件左右 最後一個好消息是在 今年的第一季 華為尤其是在全球的 折疊智慧型手機市場表現亮眼喔 這個書本型的智慧型手機 可以說現在是遙遙領先在其他的品牌當中 委員怎麼看 之前華為被卡脖子 我們現在看到它重回王者這條路 是不是可以說越走越穩 未來它的主力會放在這些高階的市場嗎 那產業策略又是什麼 美國跟加拿大合資成立的 所謂全世界最大的科技產品分析公司 叫做Tech Insights 這一家公司它的報導 一向過去被認為的精準度非常的高 它的判斷就是說 在今年的第一季 華為是使得全球的手機市場 復甦最大的貢獻者 理由是說 本來全世界不管是三星 蘋果或者其他的品牌 包括Sony的品牌 手機似乎沒有太多的創新 引不起市場的熱潮 結果華為率先帶起這個市場的熱潮 也引起其他人競爭的壓力 但是有了壓力就可能會做產品的改善 吸引更多的消費者 否則他認為以今年在歐洲以及美國的 這種經濟成長的速度 可能會使得手機的市場 趨向於這種遲鈍跟萎收的狀況 結果華為帶起來是中國的熱銷 中國的熱銷就會去掉很多的存貨的壓力 所以華為不但在手機之外 同時也推出了這個平板電腦 那這裡面為什麼能夠抵抗美國的打壓 而在市場上闖出一片天 因為華為成功的在三個技術方面功課 有所很大的效果 第一個就是它的這個CPU晶片 以及GPU的晶片 CPU晶片主要是麒麟系列的晶片 那被認為已經能夠抵達7奈米了 那有人在懷疑說 甚至無奈米的技術已經在手上了 但是目前還沒有看到這個商品出現 第二個它的GPU的馬糧 似乎也能夠到達相當程度的效率 一般消費者已經到了能夠接受的程度 所以這兩個這種所謂的晶片的技術功課 是第一件事情 第二個就是它所謂的鴻蒙系統 的接受度出乎所有人意料之外 就是突然之間 大家在中國大陸都能夠接受鴻蒙系統 雖然在海外鴻蒙系統還沒有辦法打開來 但是它認為是時間的整個問題而已 第三個就是說 沒有想到就是說 它的這個整個系統被封鎖 它不能用很多這個美國或者歐洲做的APP 沒有想到它自己帶動起中國大陸 APP創作熱潮 現在這個排隊要進入 鴻蒙的APP的數量 聽說已經上千萬了 真不怕嚇死了 就說排隊要上去了 那如果這個覆蓋率是有這麼高的話 那剩下關卡只是說 這個上架費不要太高 現在只華為聽說要降低APP的上架費 然後真的到時候變成全世界最多APP的地方 就在中國大陸了 所以華為如果功課這三個方面的話 在市場技術產品的更新上面 能夠引領風潮的話 這個已經是王者歸來 而不只是重回王者了 那當然我們是覺得 從消費者角度樂看這種情形 因為它第一個 可以逼迫其他的廠商不要有老大的心態 產品更新很遲緩 第二個呢 可以使得價格下降 只要聽到價格下降 我買蘋果可以少很多錢 我就覺得很開心 對 所以就會把這個功勞放在華為的身上 華為你加油 明年我買iPhone16搞不好 價錢就更少了 總是一個大家開心的事 而且認真為了態度 給大家很大的鼓舞 他被打壓的時候 從來沒有說過一句美國的壞話 從來沒有說過一句蘋果的壞話 然後現在王者回歸的時候 他還是很謙虛 蘋果我是果粉 你看 華為的老闆都說他自己是果粉 然後他認為要跟蘋果學習 這種態度會使得全世界在這種產品競爭上面 比較不會帶有情趣 我覺得這個對世界是好的 就像說華為做汽車 煞雨而歸 蘋果做汽車也煞雨而歸 但現在華為也懂得去恭喜小米做汽車 這個新時代的科技產品的競爭 不要像以前那種殺的刀刀劍骨 以前我只想到說 Intel在做CPU 還有超微AMD做CPU 都互相說對方的壞話 那個時代已經過去了 所以消費者不要產生什麼 我一定是華為的花粉 和我一定是蘋果的果粉 可以互相交融 而且互相學習技術 這個在整個科技世界的發展 完全是正面的 除了它的晶片優勢之外 剛剛委員特別提到的鴻蒙系統 Tech Insights 報導說 在今年的部分 是有望針取iOS成為 取代蘋果iOS成為 在中國大陸的第二大智慧型手機 的作業系統 剛剛講的我再補一個數字 今年2024年華為 它在全球折疊智慧型手機市場 年增幅有257% 同樣一個問題繼續請教香志哥 其實剛剛蔡委員講得非常完整 我補充說一下 我想其實華為要了解 他們其實整個來說 我觀察華為其實是在觀察 中國大陸的最強的 他們所謂的科技競爭力 因為他們的風格是跟著國家走的 也就是華為作為一個強硬 低調 準確 而且在中國大陸的內需市場裡頭 先站穩腳步 這個是他們的部分的做法 而且我覺得華為最重要的東西 現在它賣得這麼好 比例還是因為中國人口多 它作為民族品牌 從去年下半年開始 重返榮耀開始 所以所有每一支新的部分手機 還有新的技術 都引起很大的討論 那我要講說 接下來華為會怎麼往下走 我想第一個 除了剛剛蔡委員所提到的部分 我補充幾個 首先第一個部分是 現在還是聽到華為還是有可能 會部分重返國際市場 比如說包括印尼 包括像巴西 這些地方 不盡然會受到美國的 直接的部分的壓力 我舉印尼的部分的例子 印尼從去年一整年 包括在今年第一季 所有它的前五名 前五名當中 除了三星之外 全部都有中國的手機 就是說包括Vivo 包括小米等等的這些都是 也就是說在某一些國家 而且人口密集的國家裡頭 對中國手機的接受度的部分 其實相對比較高 所以現在有聽說華為 其實在整個國際部分 它不會就指自己長在中國大陸 靠中國的人口 還會可能性的往前退一步 這第一點 第二個部分 還有報告牽涉到說 華為的這種 所謂的它這種 跟能不能夠 除了華為自己鴻蒙系統之外 其實現在確實是外界知道 華為的鴻蒙系統 開始有相容Android的其他的能力 那麼這個部分是什麼呢 就會使得在海外的人 買華為的系統 你同時可以用Android的話 它就會擴大很多 這個市場的部分的可能性 以及最後我想 就包括呼應剛剛 蔡委員所提到 它的APP環境 不只鴻鴻系統 華為現在或者是 中國的現在這些APP 即使在Android當中 包括剪輯短視頻 包括所謂那些自拍美機的部分 只要知道在全世界當中 都已經不再是歐美的APP了 其實都是中國的APP 它以另外一種 比如說另外國際的部分風格 那麼現在華為的現在這些APP的部分 現在讓全世界的人使用的時候 未來華為其實是有一個軟件的系統 就像TikTok一樣 尤其在年輕人當中 很快可以接收度 那麼這些東西都是一個 互相軟體跟硬體鋪陳的環境 這些都是對於華為未來繼續擴大 甚至重返國際當中很好的養分 是 好 最後我們來看到 那在AI的競爭趨勢之下 未來蘋果跟華為又會如何來做競爭 文家老師 我是從這個全球的視角來看 其實因為蘋果系統 它其實它擁有這個競爭的優勢 那我覺得它是會 應該是處於比較領先的 那雖然剛剛委員講到 雖然這個它的華為呢 它的鴻蒙 它在這個快速的這個崛起 但是它僅限於在中國市場 中國的市場 那幾個面向我還可以來補充一下 為什麼它這個 它這個蘋果會勝過於這個華為呢 第一個它有成熟的一個 一個生態的系統 你看這個蘋果的一個生態系統 涵蓋了從iPhone 比如說iPad跟這個 跟所謂的這個 Apple Watch等等這些 當然還有透過Incrow 或者是Apple Store 或者Apple Magic等這些 來服務實現 它沒有這個 沒有空閒的一個銜接 然後讓會 這種成熟的這個生態的環境 會提高用戶的一個黏性 黏著性 然後也會這個 促進它的軟體的一個整合 深度整合 然後提供更卓越的一個 用戶的一個體驗 那第二個部分當然是它 技術領先的一個地位 因為畢竟這個蘋果呢 在AI跟這個 學習機器領域投入很巨大 那而且蘋果的這個 它的一個A系列的芯片 其實在效能跟性能上 都處於領先的一個地位 那當然還有它的安全跟隱密性 因為這個蘋果手機呢 它有強大的一個隱密 就是隱私的保護 跟安全性來著稱 然後再加上呢 第三點就是全球市場的一個份額 因為畢竟這個蘋果呢 它是具有所謂國際影響力的 那當然它還有很 開放的用戶的一個基礎 跟強大的一個市場影響力 那當然它會在全球範圍裡面呢 會吸引更多的開發者 跟它的合作夥伴呢 來推動生態系統的 進一步的發展與創新 因此從這三個畫面來看呢 我覺得這個蘋果 現在還是獨佔老頭 是好謝謝文雅老師補充 我們休息一下馬上回來 最近的產業消息 我們來關心華為蘋果大戰 先來關心華為受惠 在之前的Mate60的新機 在中國大陸的銷售表現亮眼 第一季大家還記得嗎 當時的銷售增幅達到了近七成 蘋果的部分 iPhone銷量大減19% 這個是光是統計在中國大陸的部分而已 那創了2020年以來 蘋果在當地最差的一個紀錄 好如果我們持續來看到 蘋果今年三月份的銷量 看起來就已經回升了 稍稍好轉 在目前中國大陸的出貨量的部分 是增加了大約12% 外界也在看 是否跟蘋果手機在當地降價有關係 還記得嗎 年初的時候 當時蘋果手機 首次的在中國大陸 做了一個促銷降價 那我們再來看到最新呢 它又再大幅的下調了iPhone的售價 一口氣最高 調降2300人民幣 換算新台幣 大約已經達到了1萬左右 我們來看到 蘋果兩度計出折扣的原因是什麼 是賣不動 要輕庫存還是有其他的原因 委員你怎麼解讀 三個原因都有 一賣不動 二要輕庫存 三有危機感 我們先說輕庫存 因為iPhone16都快出來了 之前iPhone15 14 13 通通要趕快輕庫存 要不然iPhone16出來更難賣 第二個賣不動 為什麼賣不動 因為消費者買手機一定是價錢跟品質兩個都考慮 那品質特別是功能 那iPhone15早就被這個華為給趕過去了 很多人提到就是iPhone15的功能好像不如什麼 這個華為 然後除了在海外科用以外其他一無是處 所以它的這個品質本身的項目 就會被低估了 會被低估了以後 那你價錢又那麼高 那價錢那麼高 你的價錢跟你的品質不搭配的話 你那第一個感覺就CP值不夠 那CP值不夠 你唯一的辦法 也不可能現在去把它提升品質 或提加功能不可能 唯一的辦法就是殺價 唯一殺價 殺價到讓其他人覺得CP值還差不多 至少便宜 所以賣不動就要殺價 那為什麼會有危機感 就是它品質好像也不如 那一直在宣傳 哎呀我有鈦合金的偏偏 可是他忘了一件事情 消費者買了手機 第一個動作就買一個什麼 把它包覆起來 根本沒有人看得見 在旁邊那個什麼鈦合金的框框 他猛宣傳 我覺得酷哥該打屁股 他都不曉得消費者在想什麼的 所以真的賣不動本身 要殺價 這兩個夾起結果 讓它產生嚴重的危機感 所以趕快把所有可能的iPhone15 能夠盡量消 然後讓消貨數字起來 它的股價才可以維持高檔 要不然股價 連那個巴惠多都開始賣它的股票了 這還得了 所以它這個動作危機感 最重要還來自於股票市場 對它的判斷 如果你不能解決價格 你不能解決品質 你又不能解決兩個引起的銷售量 下跌的問題 那你的股價一下跌 那你庫克本身賠起來你就算了 股東搞不好董事會 對你這個指鼻子指眼睛 所以對於iPhone來講 現在是真的進入戰國時代 它好好要繃緊神經 不要到時候iPhone16出來 又跟地攤貨一樣 沒什麼新奇感 那就很糟糕 以前我們拿到iPhone 就覺得我新奇感 iPhone10 iPhone11 就到了iPhone14 就沒有新奇感 怎麼跟iPhone13差不多 像我現在手機 停到iPhone12 我也不升級 因為好像都差不多 對不對 那我是覺得這個 Mr. Cook Are you okay? 好 Ross你怎麼看 如果蘋果要維持在 中國大陸的這個高階手機市場定位 有什麼關鍵 先回委員的這個question Mr. Cook應該不ok吧 因為他知道中國市場 他們快失去Apple 蘋果快失去它的優勢 第一是華為高速的研發 跟推出新的手機 而且新的手機功能非常好 那第二就是地緣增值 如果以後中國人為了表現他們的愛過感 不買蘋果 這個我們都可以理解 所以Apple、蘋果一定對中國市場 要有一個危機感吧 那怎麼應對這個危機感的時間 這個要看折扣 好像只有折扣 只有折扣是不是 因為剛剛委員解釋的 他說新款的iPhone跟之前的iPhone 沒有太大的差別 所以如果真的是這樣的話 只有折扣這個方式來維持市場的優勢 但是我剛剛說的 我真的覺得華為的研發能力 還有地緣增值的原因 Apple在中國也會失去它的優勢 好 我們持續看到關注完手機之外 我們來看到另一項的產品是在電信設備上面 現在在美國的部分 我們看到帶頭抵制 其他國家又怎麼來做反應 好 先來看 美國帶頭抵制下部分的電信商 開始陸續的移除華為的這些電信設備設施 幾個國家先來看英國的部分 英國的電信公司發言人 畫面上我們看到指出華為已經成為 英國電信業者的關鍵供應商 因此如果說這個時候要替換設備 他認為是複雜 而且這個成本是非常昂貴的 再來德國的部分 也目前政府表示正在商討 是否要限制電信業者使用華為還有中芯的設備 好 另外彭博社也報導說政府相關部會 大部分來說都是支持的 2026年前要逐漸的來替換華為和中芯 在5G網路上面的設備 但剛剛已經提到了 這個換設備所耗費的金額也非常的高 代價是不是會超乎想像 大使又如何解讀 我想這個華為它可是樹大招風 也最近它敗部復活 做得很活活 並沒有被那個美國加拿大之前欺負它欺負的要命 這個一蹶不振 今天華為反而佔你起來 而且銷路都不錯 產品又推成出新 這方面讓一個歐美各國 一定看得很眼紅 一定很不舒服 那麼像他們前面講 iPhone都被華為的強去他們的市占率了 逼了iPhone必須要降價求售 可是華為它的這個通信設備 的確是非常非常火的一種 那麼歐洲英國德國這兩個主要的國家 過去這些年來已經在開始 使用華為的這個通信設備 這不是這兩個才開始有的 會大概至少在15年前開始 而且這個英國呢 這個德國呢 德國的這個華為的5G設備 在德國的比重佔六成 很高 很高耶 而且顯然這不是這一朝一夕弄成的 英國15 大概1、20年來才造成這個結果 我故意在非洲的時候 當擔任大使的時候 華為曾想要到史瓦基來 那時候我們國內很緊張 還要我妥為因應 全力防止 那現在可以講了 那時候我這樣去 後來台北那個中華電信的葉子 到史瓦基來 我跟他吃飯講 他說大使 你幹嘛那麼討厭華為呢 他說華為是我們中華電信的協力廠商 台北還有華為還有分公司 所以華為連這個台灣都寄來 現在台灣還是有華為的分處 但是呢 像在歐洲呢 已經很一二十年了 所以今天 不論因為美國一聲令下 全部因為美國現在也沒有招了 這些中國的事情呢 他拿不出來就給你加關稅 加關稅 讓你失去競爭力 不然就把各國打 群組要把這個全部撤掉 那個我看英國現在還考慮 因為英國說他估計出來 2024年 他在2020年 他在四年前 他就估計了 他要把這個華為設備 全部撤出的話 那四年前 英國曾經被美國壓力 把華為撤出 就估計要起碼要損失 至少70億的英鎊 其實現在已經2024年 大概四年前 現在搞不好快八九十億了 這不是說撤就撤 而且這是金錢的損失之外 還有其他一些聯帶 聯動的一些不方便 而且英國的很多 各下游廠商 或者各教育團體等等業者 他們都要設備 知識體大 不是說撤就撤 再者 德國呢 當然德國現在也很 也很 也被美國的壓力逼得說 好我們可以考慮 所以和他電力時間表 很有意思 叫2026年 2026年 各位看 今天2024年 年底要選舉了 加川普當任總統 明年一年 他會開始 2026是一個很有趣的一個年份 大家觀察說 美國 2026年 對這個華為的態度如何 現在還不到那個時候 所以這個是大家估計 一個最平穩 最安全的一個 一個預估的年度 不是說現在 而且不是說 今天我說要同意要拆除 華為的通信設備 就可以半年時間 把它全部拆光 這是不可能 所以我覺得英國跟德國 其實各有算盤 是 各有盤算 我們呼應美國的立場 我們同意 考慮 同意考慮 把撤出華為所有的通信的 一些相關的周邊設備 是 會不會能夠做到 這還要觀察 是 我們看到英國跟德國 都跟著美國 現在美國說這個 要拆除費用 49.8億美元 但是國會只批准 19億美元 委員如何看 美國用國家安全的名義 來打壓華為 對華為來講的話 是一個榮譽的勳章 竟然有一個國家 舉國之力 來打壓一個企業 這個真是很少見 也不太容易 那華為為什麼會有 今天的局面 因為它的能力太強了 華為的通信設備 有幾個特點 我不是在幫它宣傳 那真的是業界這樣評估 第一個 價錢低 第二個 妥善率高 第三個 故障率低 第四個 容易維修 第五個 維修成本很低 再來容易裝置 好像沒什麼缺點 好啦 所以為什麼它這個辦法 能夠打遍天下無敵手 再加上它最近 又可以跌上去 很簡單的 跌上去幾個設備 就可以直接把它改成5.5G 那對很多商友就用習慣了 那你現在美國要換掉這些東西 為什麼會 好 這一節重點 我們要帶大家來關心 根據金融時報的報導 美國政府已經撤銷 對於Intel和高通 對於華為銷售在這個筆電 還有手機的晶片許可上 那美國商務部已經證實了 說撤銷對於華為出口的特定許可 但是並沒有表明說 是哪幾家的美國公司 有受到影響 那我們來看到 在中國大陸商務部這邊的態度 他們怎麼說的 他們說是 中方會採取一切必要的措施 來堅定維護中國企業的正當權益 好 那美國這邊 美國商務部長雷蒙多 他這次話也真的說得很明白 他強調說 華為就是一個威脅 那美國必須要更關注在AI領域上 而且是要採取行動的 那在Intel這邊 他們表明說 商務部吊銷了出口中國的許可 這直接衝擊到就是他們第二機的營收嘛 那其實在韓國媒體這邊也有披露 說光刻機巨頭艾斯摩爾 截至明年上半年絕大部分的新型 High NA EUV光刻機的訂單 全數都是由Intel買了下來 就是要提嫌部署在這個2奈米製程 看有沒有機會可以追上這個領先的台積電跟三星 好 那現在看起來 美中之間科技的競爭是持續的 美國政府在對華為現在緊縮了 晶片出口管制的限制 那我們剛剛從圖法當中看到了 雷夢多其實他現在話也說得很直接很明白 只指說華為就是威脅 好 那小偉哥您怎麼看呢 好的確從美國的角度來說 美國對於這種華為的威脅 他們是從美方的角度來說 他們終於正確的認知到 中國大陸在這個網路科技跟通訊科技上的 一定程度的領先程度 那當然今天美國商務部長 或是說美國商務部要對北京 或是說對華為 專門挑華為或是幾家中國大陸公司 下這種重手 很大一個原因是因為 的確華為它本身是已經在行動科技 或是說我們剛剛講的網路科技上 因為這種東西的成功與否 晶片往往來自於就是 是成為它最重要的一個 能夠達到它效能的一個特質 譬如說今天講得很白 剛剛那個很簡單就是 剛剛那個楊老師還說 楊老師說 這個我不好意思 楊老師說他還用HTC的手機 但我們早就已經換成蘋果了 但是你知道嗎 同樣的光是蘋果 如果你裡面的這個 中央處理晶片CPU 如果是台積電的 趕快拿下來看一下我的是什麼 就是說你要這個 如果是CPU 或者是韓國三星 你同樣都是同一個型號的蘋果手機 但是如果說你今天裡面的這個CPU 來源不同 它的處理速度也不一樣 差很多 對 台積電就是比三星快一些 對不對 這個連韓國人自己都承認 所以美國也就發現 如果說今天它持續供應 這個中國大陸 華為 這些相關的晶片 等於說讓它可以專心一致的去 專門發展在這個通訊速度的 這樣的建議來講 等於說是壓低了 美國原先的這個技術領先度 也就是說OK 今天以美國來說 我今天弄了這麼多的晶片 我弄了那麼多傳輸科技 關鍵都在晶片 結果現在你反而好 因為用了我晶片 讓我對我的這個 整個通訊科技來講 反而有後來居上之勢 因為其實你可以看到 以這個目前來說 中國大陸的這個華為的5G 的確是跑在 已經跑在西方的前面了 甚至你看他們現在 已經開始在左手 6G的這樣的開發 美國甚至於說5G的普遍率 或說5G的可靠度來說 都跟中國大陸華為 還有一段距離 但是而且在這整個過程中 他們也發現了一個很嚴重的問題 就是中國大陸晶片的確可以透過 這樣的晶片裡面的這個編程 然後讓它可能碰到一些很多 重要的這些數據或關鍵字的時候 可能可以把一些資訊 透過通訊科技回傳出去 這個時候其實美國對於說 這個華為使用了美國科技 或美國通訊科技 對美國會產生國安的影響 就完全對美國來說 從華府這些人的角度來講 就完全不是空穴來風了 所以更給了他們非常好 正當且衝突的理由 說要來對華為來下重手 那當然今天做這個部分來說 今天美國對華為這樣一個封殺 基本上來說可以說是全面性的 因為過去只是我不給你晶片 甚至於它現在除了晶片之外 還會要求包含生產這些晶片 一些重要的周邊的這些設備 等於說它希望能夠透過這些 包含晶片跟製造設備跟製程 甚至封裝製程等等 這一系列的這樣一個打壓 就逼著你必須要設法 你自己去從頭開發一整套 你玩這些相關的這樣一個生產製程 因為從去年華為不是也公佈了 一支新的這個手機 然後這個新手機也公佈 然後讓這個西方覺得 我之前的這個制裁 好像力道還不夠 這個華為還有自己能夠繼續開發新手機 或公佈新手機的這樣的能力 好 那我現在好去加碼 還包含甚至於就是說 對這些要生產這些晶片 重要的製程跟這些工具機 都進行制裁跟禁運 這樣的話其實就是等於說 逼到你中國大陸 要完全在整個晶片製程上來說 要完全建立自己的這樣一個體系 短期來說我覺得對北京來講 或說對華為來說 這的確不是一件好事 但是換個角度來說 如果時間換成中長期來看的話 這個時候其實對北京來說 未必不是一個轉機 或對華為來說 未必不是一個轉機 因為當然這個東西 其實你這個晶片廠 或是各種相關的這個風霜測試 或是等等這些都其實要建立起來 不是一段短的時間 但是你也可以說 從美國的角度來講 我現在斷了一切 逼得你必須要去自己做 未來等到你真的自己做起來的時候 這個時候大家真的拿真本事出來拚的時候 那這時候其實中國大陸也有在這個晶片系統上來說 有一個非常完整的產業鏈 那這時候對美國來講 它下一個階段的這個挑戰 或是說它下一個階段的這個在商務上 或是說在行動通訊這種各個科技領域上的領先度 能不能夠再持續維持 其實就是個大問號 好 那楊老師你怎麼看呢 這美國這一次態度說得很明嗎 他直接說華為就是一個問題 對 我覺得美國因為過去它真的是 它有受過一些新興的國家的挑戰 包括日本在這個貿易上面 特別是當年70年代的時候 出口到美國的汽車 讓美國的一個最驕傲的汽車工業 受到很大的打擊 美國也在譬如跟冷戰期間 跟前蘇聯之間的這種核武的競爭 那也是一個滿嚴肅的議題 然後跟歐盟之間可能在政治外交 甚至是價值方面也有一些競爭 可是他從來沒碰到過一個 是全面性跟他挑戰 除了貿易 除了高科技 除了軍事 甚至我們講說連價值都有 因為習近平常常講 我們不干涉別人的內政等等 所以他從來沒碰到過 那他的反應 我覺得就是傳統 我們這樣講 傳統美國的大公司 都知道我們在台灣現在常常講這一句話 養套殺 說大陸把你引進去 然後最後 但是為什麼還有這麼多人願意進去 明明知道這很危險 那就是因為如果你不進去 別的國家 別的公司進去 他們那第一筆變他們賺走了 所以我覺得美國這一次 我自己人觀察的是 我覺得美國之前好像 為什麼會開放我都覺得很奇怪 結果開放了以後馬上又 現在又關了 就表示說我覺得美國是很想知道 就是說我這一批這個晶片 如果今天賣給華為 到底對整個華為的這個 整個的發展有多大的衝擊 我把它撤掉看看 我覺得這是一個 美國在做的一個等於是 我不能說它是陰謀 就是說是一個計畫 就是說我透過過去賣的時候 我能夠知道它的需求 然後我能夠獲得更多的情資 知道它的發展大概用在哪裡 可是問題是美國過去在別的國家 在中南美洲其他地方 他去投資 人家說技術轉移或怎麼樣 他都願意做 為什麼 因為後來這些國家都沒有學到 但是中國大陸就比較可怕 就是會學到 那會學到 那你就不能說老是控告人家說 強迫技術轉移 因為如果是強迫技術轉移 那你可以不要去 那你為什麼還要去 就表示美國自己前後矛盾 如果說 他說不能說 他說英文說 Force transfer of technology 我今天跟你談 說你要轉移 那如果說你今天不願意轉 那就不要轉 或者你不想賣就不要賣 可大家都知道 我現在不賣 我以後更沒有了 所以我現在先賣第一筆 可能你未來學會了 那我也沒有了 但是我現在至少我第一筆我賺到了 是 好說到美中兩國的關係 我們來看到現在美國把競爭焦點 是放在了剛剛提到AI 還有先進半導體技術這些領域 那即便對於中國大陸的科技產業 剛剛提到造成一定程度的衝擊 但很可能會忽略到的就是 中國大陸可能在其他地方的一些技術優勢 會不會最後 姚老師會不會陷入一個打地鼠的囚禁 我覺得一定會 當然打地鼠我通常是用來形容 我研究的非洲 一個軍事政變 這邊又一個軍事政變 這打不完了嘛 可是確實 我剛剛前面提到 美國從來沒有面臨到 一個全面性的競爭 你看前一陣子我們看到 太空科技也是一樣 就是美國人發展科技 到了一個地步 他好像覺得我這個突破了 好 可以 我就去玩別的了 可是你再回頭來 要再重啟又慢了 所以你看美國NASA 以前太空科技在60年代 70年代多進步 結果他玩完以後 人也解散了 就不繼續做 我覺得這是美國沒有耐心 一個很大的問題 我覺得大陸今天給他的挑戰 就是真的像打地鼠一樣 不同的領域就是不同給你挑戰 我相信未來不僅是在AI 或者在傳統 我們剛剛前面也講過 這些電動車也好 或者其他的領域 都會全面性跟美國挑戰 我覺得美國大概比較招架起來 就是沒有想到過的 那要自己要 國家要有一個新的戰略來面對 是 我們接下來談到 剛剛在圖卡上也說到 Intel他們現在重新回到 晶圓代工市場之後 需要的就是比競爭對手 我還要更快的採用這個 High NA EUV 來贏得客戶的信任 但是Intel晶圓代工的業務 我們要看到這一份數據了 從2023年總計虧損是70億美元 所以想要獲得青睞 追上台積電還有三星 夏偉哥是不是還有很長一段路要走 其實這個東西很簡單 就是成本 成本 成本 而且這個成本 比較大的關聯是 你當初的建置跟構廠這些部分 當然另外人因的成本也非常大 像美國他說Intel現在要重返 這樣一個代工的產業 過去Intel它當然在晶片設計上來說 的確在整個西方的資訊市場上來講 有不可抹滅跟重要性 但是你的長項是在設計 而不是在於就是說生產 因為你東西設計出來以後 你要製造出好那麼多的 物美價廉的這樣的晶片 其實是要有一個非常大的 產業結構去來支持它 當然也不可否認說 我們今天我們中華民國 在目前整個這個世界的晶片 供應鏈上能夠站到 這麼重要的一個位置 當然其實就在當初 我們比如說台灣 其實用了非常多的資源 去建立了這一系列的晶圓代工廠 因為這些晶圓代工廠 它本身比如說今天我生產一個晶片 或我生產一個氣晶圓 大家看到有時候你這個台積電 或什麼生產一個氣晶圓之後 然後再去開始進行切割 然後去做出你所需要的機體電路 這些其實都有賴於包含熟練的員工 甚至於連這些你操作這些機械 都有這種所謂的那種機械技藝 也就是說人在操作這個過程中 你跟機械的操作中 你才能夠知道如何能夠把這些代工的 這樣的過程做到最節省成本 或者說是讓你的有效 有限的資源做出最大化的利用 但是其實你如果說 今天你任何一個去美國 生活過一小段時間的人都知道 美國人完全不講這一套 美國人比如說你看 為什麼你說台積電的廠 等於把台灣的台積電廠 完全搬到美國去 但最近前一陣子也有新聞 不是跳出來說 美國這些台積電這些工程師受不了 每個人都不幹了 為什麼 因為美國的勞工意識很強 然後甚至工會也很重要對不對 然後我記得那時候拜登去主持這個 不知道台積電什麼廠的時候 他說工會怎樣如何如何 那時候台灣人一聽到工會 可能馬上頭就這樣 被電得滿頭的那種感覺 就是今天你在人力成本上 或是人因成本上來講 你跟美國 美國勢必就沒有辦法接受 像台灣那麼血汗的這樣的環境 去做出這麼多東西來 那至於機械或說資源 你要用到大量的乾淨的水 然後去支援這些晶圓廠 甚至於穩定的這樣的電量 這些不見得現在是在美國 每個地方都能夠找到的東西 那甚至於你說 你在美國來講 你今天這種晶圓廠一旦開始生產 你就要非常穩定的 然後讓它持續的不斷 讓它生產線能夠運作 這樣才能夠提高你所謂的 產品的良率嘛 也就是說今天你的這個機器 在穩定的這樣一個 運作的過程中 你才有辦法做出 你真正能夠讓你拿出去 合乎你這個自己本身 檢測規範的這種良率 也就是說我們講到良率什麼 比如說你如果今天 你弄100個細晶片出來 結果對不起 只有40%左右是良率 那還得了 但是台灣的良率 就可以達到非常高 這些都是好 你在美國跟在台灣 很大的這樣的不同 所以其實你說今天Intel 雖然重回了這個晶片代工 但是如果說你要等到 它整個晶片代工的這個產業 能夠變到跟台積電 一定相同的這樣一個水準的話 首先你要找到這些 夠便宜的勞工 第二你要找到 足夠的這些資源 甚至最後你要能夠 在這些資源 都能夠有效穩定的運作 十多年之後 搞不好才有辦法 能夠達到這樣一個產能 這些其實都是台灣 在這個過去中 用台灣的勞工 所堆砌出來的這個重要的精源 這這個時候 美國要重新再來撿 我覺得他們沒有那麼容易 是 好我們再來 要回過頭來看華為了 路透社委託了這個 線上技術維修公司 iFisic 拆解了華為他們最新的高階手機 Pura 70 Pro 其中這個首席的技術員 墨赫塔里他就發現說 中國本土的產零件的使用率 肯定是高於去年所推出的Mate60 但是內部的快閃記憶體晶片 很可能是由華為他們自家晶片部門 海思封裝 技術水準跟美日韓主流製造商的產品 他說是相當的 華為今年要徹底跟Google的安卓系統 來劃清界限 今年下半年開始要上市的 華為旗艦智慧手機Mate70 搭配了不再兼容Android應用的 鴻蒙新合作業系統 衛國媒體有報導說 這是有助於規避美國的出口管制 事實是華為在Mate60系列手機上 零件國產率已經超過了9成 如今這個權威的拆解公司又證實說 今年的新手機 比起去年的國產率還要高 就是要證明一件事情說 美國你在管制 我是不是已經快不需要你了 那夏委根怎麼看 的確這個我們剛剛講 就是說今天你一旦 就是說透過這種禁運的方式 的確反而是扶植對方產業最好的辦法 因為為什麼大家都要找出路 生命會自己找出口 那同樣的像過去美國是認為說 我透過這樣一個晶片管制 我是希望能夠減緩你趕上我的時間 但是因為其實中國大陸它在過去幫人家做晶片代工的時間 可以說相當的長了 也就是說你看 台灣的這個 其實這個地球上原先 那個組裝iPhone手機最大的這個產地檔案 其實就在對岸 之前 現在因為後來隨著美國的一系列的這個 那當然你說這些產 那個產線有向外移 那這個時候呢 如果說今天你中國大陸 在被禁運的這樣的情況下 其實就跟武器很像 這種東西跟武器很像 就是說今天我不提供給你這個相關的重要 或是說我們叫做關鍵性零組件的時候 那這個時候你必須要勢必自己去開發的時候 第一 反而降低我對你的控制力 因為原先比如說我賣這些東西給你 很自然的我知道這些東西賣給你之後 它的效能在哪裡 對它的效能如何 我甚至可以清楚的透過我對你的能力的掌控 然後去開發好 那對我來說更有優勢的產品 但反而現在經過這樣一個禁運之後 地人政治 內政之間 戰略價值 商權崛起 小國生存 現在與未來 共新世界走向 掌握世界脈動 全球觀點 盡在環球發展先